人生百年,能跨越百者屈指可数,而这期间度过的时光,所有的笨头都源自一个暖子,暖了才好有力气奔向所有目标,并达成所愿。 暖,最多的来自生长的家庭,从小的生存环境带来的一切将会影响人的一生,性格,处事方式,预示沉着度,家庭的暖,可以给人正常的思维去处理所有的繁杂。 上途中,是一家三口都在不同地区,为了生活打听的约定,每一天都要一早安和晚安的形式,相互告知平安,其余时间悬下来,相互分享一天的所见所闻。 这样的家庭中,必然是阳光高涨,温暖人心的,漂泊的人在哪里都会有着非常大的笨头,有信念,有归属感。 最重要的,这个家里,有爱,有暖,有四月定阳天。 此前,老爸相识一味之心就有,称,他为若非吧,总是给人幽默,阳光,向上,朝气蓬勃,笑容潮在,性格随和的感觉。 可谁能了解他的内心,确实很少有过快乐。 朋友便天下却内心深感孤独,若非常说,家庭无法选择,快乐无法掌控,有些东西一旦失去无法再拾起。 老爸知道,他值得是家庭温暖,此图片源于忘落。 家庭温暖,源自于苦难来临时,家庭只手捧出的是雪中送炭还是雪上加霜。 如果一个家庭给予的所谓的关怀建立在伤害的基础上,那么这样的关怀还是免了,越是和家人相处越要把握好分寸。 在何时何时情况下该说什么话,何时该以什么方式给予卫健。 这个压力过剩的岁月长河,为了生存拼搏于大都市的人群,累了,伤了,第一时间都会想起一个避风港,没有任何地方比成长的家基于的慰藉,更能填补内心的空洞更有力。 有多少个家庭中,兄弟因财产分割而摆幕,有多少家庭里没建立境互爱文化而四分五裂,最终每一个人都成了精神上的孤儿,因为真正需要依靠和倾诉时,身后空无一人。 有的尽是坏以爱的名义下灿白的伤害,悲哑,此图片源于忘落,坏了见真情多半讲述的是家庭以外的人,亲人,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割舍的血浓于水的爱,这种爱无可替代。 但当这种爱是离破碎后的修补,却是最无力回天。 家庭中,总有人默默付出从不炫耀的亲情,也不乏出现各传心思,比陌生人还能轻易摧毁亲人的亲情。 嫉妒父母的疼爱,而将嫉妒转为伤害强加在兄弟姊妹身上的人更是常见。 你的家庭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,在你受伤时,你可有一个温暖的避风港。 当父母老了,你需要倾诉时,有没有除了父母之外的义奶同胞,愿意听你的委屈,愿意在你最脆弱的时候伸出一双温暖的手,告诉你别怕还有我,人生不易,且心且珍惜,愿所有的暖围绕在每一个人的周围,让时间充满爱,莫要让自己成为精神上的孤儿,愿每一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